第八课 打来打去 奏 混 饭馆 打包 桥牌 扑克 麻将 高尔夫球 除飞 沾边 打招呼 出租 毫舞 首饰 凡事 钢琴 抽屉 小提琴 建 限于 酱油 同意词 液体 醋 超市 容器 成 事先 饭盒 拎 毕竟 打交道 来往 打官司 纠纷 交涉 行为 打嗝 打哈欠 打喷嚏 生理 可见 构词 急 鼻雀 课文 打来打去 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词语 看似平常 实际上含义却非常复杂 学外语的时候最难搞通的就是这些词语 比方说汉语中的打字就不简单 打这个汉字只有五话 属于不必简化的汉字 谁都认识 然而它却变化多端 难以掌握 打字是提手旁 它最初的含义是 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语言学家把这种含义叫本意 跟这个本意有关的 有打人 打架 打了它一顿等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和手有关的动作 可以用打字来表示 但已经不是它的本意了 比方说打毛衣 并不是说跟毛衣过不去 非把它好好揍一顿 而是要把毛线织成毛衣 打行李的打 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是用绳子把行李捆起来的意思 现在我们在饭馆吃完饭后 把食物包起来带走叫打包 大概就跟这个含义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 你还可以打开书 打开门 打字 打电脑 打电话 打太极拳 这些词语里打的含义各不相同 但都和手有一定的关系 一些娱乐活动和球类运动 也可以用打 比方说打桥牌 打扑克 打麻将 打篮球 打排球 打网球 打乒乓球 打高尔夫球等等 这里的打有玩的意思 但除非是用手玩 否则就不能用打 所以足球就不能打 而只能踢 有些用打的词 看起来似乎和手不沾边 比方说打招呼 是见面互相问候的意思 打车 是乘出租车的意思 这些词语和手有什么关系 但仔细想想 却又不是毫无关联 打招呼和打车时 人们不是常常要挥一下手 打个手是吗 这恐怕就是他们使用打的原因吧 那是不是凡是用手的动作 都可以用打呢 也不尽然 比方说 同样是用手敲 你可以打电脑 却不能打钢琴 钢琴只能弹 同样是用手拉 你可以打开抽屉 却不能打小提琴 而只能拉小提琴 同样是用手使用一种武器 你可以打枪 却只能射箭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连很多语言学家也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打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此 中国人谈到谁家的孩子已经长大时 常常说 已经能打酱油了 这里的打当然不是打破酱油瓶 而是到商店去买的意思 那买和打是不是同一词呢 当然不是 你不能说到书店去打书 或到商场去打衣服 一般说来 买液体的东西时多用打 比方说打酱油 打醋 打酒 打油什么的 那是不是凡是买液体的东西都能用打呢 也不尽然 比方说 你很少听到有人说 我到超市打了一瓶可口可乐 原来打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先准备好一个容器 然后到某处它盛回来 一般来说 打酱油 打醋 都是事先准备好一个瓶子 可是谁见过拿着瓶子到超市去买可口可乐的呢 所以你拿着饭盒到食堂把饭买回来 叫打饭 你拿着热水瓶去水房把热水拎回来 叫打水 可见只要符合了上面说的条件就可以用打 不付钱都没有关系 打酱油的打 虽然已经和手的关系不太直接 但是毕竟还要用手去取和拿 打交道 打官司又不同了 打交道是人和人有来往的意思 打官司是人和人发生法律纠纷 这两个打都表示人与人发生某种交涉行为 看不出和手有什么关系 还有打坏主意 是想一个坏主意也和手无关 至于打嗝 打哈欠 打喷嚏 则完全是一些生理现象和手毫无关系 这些短语中为什么要用打 恐怕连中国人也说不清楚 只能说是一种语言习惯 现代汉语词典中列出的包含 打的短语多达两百多条 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数目比这还要多 可见打的构词能力极强 的确不简单 课文 打来打去 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词语 看似平常 实际上含义却非常复杂 学外语的时候最难搞通的就是这些词语 比方说汉语中的打字就不简单 打这个汉字只有五话 属于不必简化的汉字 谁都认识 然而它却变化多端 那一掌握 打字是提手旁 它最初的含义是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语言学家把这种含义叫本意 跟这个本意有关的 有打人 打架 打了它一顿的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和手有关的动作 可以用打字来表示 但已经不是它的本意了 比方说打毛衣 并不是说跟毛衣过不去 非把它好好揍一顿 而是要把毛线织成毛衣 打行李的打 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是用绳子把行李捆起来的意思 现在我们在饭馆吃完饭后 把食物包起来带走叫打包 大概就跟这个含义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 你还可以打开书 打开门 打字 打电脑 打电话 打太极拳 这些词语里打的含义各不相同 但都和手有一定的关系 一些娱乐活动和球类运动也可以用打 比方说打桥牌 打扑克 打麻将 打篮球 打排球 打网球 打乒乓球 打高尔夫球等等 这里的打有玩的意思 但除非是用手玩 否则就不能用打 所以足球就不能打 而只能踢 有些用打的词 看起来似乎和手不沾边 比方说打招呼 是见面互相问候的意思 打车 是乘出租车的意思 这些词语和手有什么关系 但仔细想想 却又不是毫无关联 打招呼和打车时 人们不是常常要挥一下手打个手是吗 这恐怕就是他们使用打的原因吧 那是不是凡是用手的动作都可以用打呢 也不尽然 比方说 同样是用手敲 你可以打电脑 却不能打钢琴 钢琴只能弹 同样是用手拉 你可以打开抽屉 却不能打小提琴 而只能拉小提琴 同样是用手使用一种武器 你可以打枪 却只能射箭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连很多语言学家也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打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此 中国人谈到谁家的孩子已经长大时 常常说 已经能打酱油了 这里的打 当然不是打破酱油瓶 而是到商店去买的意思 那买和打是不是同一词呢 当然不是 你不能说到书店去打书 或到商场去打衣服 一般说来 买液体的东西时多用打 比方说打酱油 打醋 打酒 打油什么的 那是不是凡是买液体的东西都能用打呢 也不尽然 比方说 你很少听到有人说 我到超市打了一瓶可口可乐 原来 打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先准备好一个容器 然后到某处 它盛回来 一般来说 打酱油 打醋 都是事先准备好一个瓶子 可是谁见过拿着瓶子到超市去 买可口可乐的呢 所以 你拿着饭盒到食堂 把饭买回来 叫打饭 你拿着热水瓶去水房 把热水拎回来 叫打水 可见 只要符合了上面说的条件 就可以用打 不付钱都没有关系 打酱油的打 虽然已经和手的关系不太直接 但是毕竟还要用手去取和拿 打交道 打官司又不同了 打交道是人和人有来往的意思 打官司是人和人发生法律纠纷 这两个打都表示 人与人发生某种交涉行为 看不出和手有什么关系 还有 打坏主意 是想一个坏主意也和手无关 至于打嗝 打哈欠 打喷嚏 则完全是一些生理现象 和手毫无关系 这些短语中为什么要用打 恐怕连中国人也说不清楚 只能说是一种语言习惯 现代汉语词典中列出的包含 打的短语多达两百多条 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数目比这还要多 可见打的构词能力极强 的确不简单